明天台富鄉農夫 今天下週好點點 明天台富法院 君國公會查封農夫台幼 因爭由他提供農夫 敵度組織相當的演講 正因農夫沒有延伺過出嫁拼去 大陸直訴訊後發現 搬起十年 不過台富農夫 還希望照顧搬起的結果 本期嚴格 韓國科研認識分譯 再跟同期嫁拼 國所要相當的演講 將會同法院提出強制之下 讓我們農夫方面 主婦英國 學校會告本歷史 繼續來處理 這個有什麼損害 你們自己去處理好不好 反正在台富鄉農夫 本部台幼 調查分證過 當國在經營 和潛信用舖 請快分譜作音 中信商 去年今年昨夜 本農夫 擁護郵送館 主婦給韓國 提供應經驗的理由 資格勞起結婚 他和總信商 同沒有立體分法院提出 勞職訴訟 經過法院審理 金營營 他的判兩篇 和他有 僱養關閃 農夫和他外國人 仲信商業劇 不過農夫方面不答 將會提出強制執行 臺富農夫總管司 機首來處理 但是理事長堅持 要他自己出庭 然後認為說 我們在法庭上面 認為講說 我們所執政的三條 就是子虛烏有 所以造成說判決 我們是敗訴的 但是我們接下來的 所有的程序 都是委託律師 我們提出我們的市政 我們希望走一個正常的 一個法律途徑 讓法院有一個公平的判決 是金營營 當我們告訴他 農夫太六 和他特別本人在風調 不過比沒有金營營 嚴重因 不足下面是 沒有影響到 平常的 任務運作 今天共調農夫 不在無所謂挑 本種信商業劇 但雜先處 國外夫 幾乎成功效 農夫主委 加加處理 下個新聞有影響 無理報導